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今天邀请到来自泰国的林蕾梦 要跟大家分享 她在台湾二十三年了 她接受过很多台湾朋友的帮助 那我们欢迎雷梦 雷梦你好 朱瑟人你好 好 那雷梦刚才就是有上一段 我们有讲到说 她其实有一个遇到一个幼儿园园长 就是很好 刚刚关麦的时候自己叫我问她 她说是 你说是她也是阿美族的朋友 你是阿美族的人 然后因为先生那边是阿美族的人 所以就是 等于就是原住民的朋友 然后知道说你们家 可能有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有及时伸手 就是帮助你们这样子 那想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你的三个小朋友 都曾经去园长家里住过 那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前因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 第一次是爸爸受伤 爸爸受伤 等于要住院 但是要老大跟老二还比较小 比较小 念国小嘛还是 幼儿园 也是幼儿园 然后所以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是曾经就是老大老二 就已经有去住过园长家里这样 老大四岁半就 就进幼儿园 后来就 妹妹就跟着进去 对 所以那个时候 第一次就是因为爸爸受伤 然后你必须要去照顾他嘛 那这样子 小孩没有人照顾 对 然后所以是园长知道你们这样的状况 就主动跟你们说 那你小朋友就送到我家嘛 是这样 因为爸爸我们是小家庭 对对对 如果爸爸不在 爸爸要上 工作 要去医院 对 我一定要照顾爸爸 然后更好 要给小朋友请假 园长就说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给小朋友请假 对 那我就跟园长说 爸爸受伤了 要住院 要照顾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送小朋友来上课 送小朋友 对 那园长就主动说 就送到我家就好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 送到你家 这样不会很麻烦吗 有 有 也是说因为一开始会觉得 干嘛去当麻烦人家 可是园长就是很热情的 阿萨莉的跟你讲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就送到我家这样子 包吃包住这样子 包吃包住包上学这样子 有连接送 连接送嘛 因为就住在家里 上班就顺便带去 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 就欣然接受了园长的好意 然后让两个小孩 而且是两个 就一次就是 一次两个 满意送一吗 一次两个就住到园长家里 这样子 你有印象大概住多久吗 大概快 快一个礼拜 快一个礼拜 园长帮你照顾孩子 快一个礼拜 这样子 真的是解决你的燃眉之间 这样小朋友不用请假 对 然后你又可以专心照顾 照顾照顾先生 对 这样子 所以你应该是 很感激那个园长嘛 非常非常的感激 对 而且两个 两个老大老二有去住过 然后老三也去住过 对 老三也是 那是你刚刚有讲 是因为你生病 自己生病 然后没有办法 更没办法照顾小孩 然后是老三送去园长家里住 那老大老二怎么办 你们又一起住吗 那个时候已经 已经大跟老二 已经比较大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就让他们在家里 这样子 可是老药师刚好还在幼儿园 那里 他也讲 你就好好地去 去修养 修养 对 小朋友就丢给我就好了 听到那个时候就很感动 又很感动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 又有第二次 又有第二次 孩子又要送给你照顾 这样子 真的是很感谢有这么好的人 对你伸出援手 对不对 真的是及时解决了 你的一些困难 这样子 所以你在台湾 二十几年来 也都遇到很好的台湾人 这样子嘛 对 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好的 就是有帮 都会及时地帮助你 包括就是学校的老师 安静办的老师 也都可以给予你 就是孩子在科业上的协助 这样子 生活上也有园长 可以包吃包住 也是要沟通的 当然当然 这次沟通是一定要的 对对对 然后那这样子 请问你来台湾 那有没有接受过 接触过哪一些 新住民协会的协助呢 我第一个认识是 新住民中心 新住民中心 就从新住民中心开始接触 然后直到说 政府有为新住民开设 很多的课程 对 他就介绍 介绍有各个的新住民 可以去上课 去上课的地方 而且这些课程 应该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对不对 对都是免费的嘛 大部分嘛 那你有印象过 你参加过哪一些课程吗 我第一个这是新住民 再来就是阳光妇女这边 阳光妇女协会这边 对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新住民协会 那还有吗 还有一个护证事务所 护证事务所 护证事务所 它是有开设新住民的 相关的一些课程 有那时候好像是 你说翻译嘛 你上过翻译 然后烹饪 有烹饪还有翻译 翻译 然后还有适应环境的 一些课程 对 各种各样 各式各式各样 因为你刚刚有说 你其实上过太多 然后多到自己都忘记了这样 但是有挑几个重点 有上过烹饪 有上过翻译 有上过适应环境 这样子 而且好像政府就是 或者是协会这边 不只说是 照顾新住民 好像是连新住民的二代 也都会 也都会有一些课程 可以去上吗 有 那你的小朋友 有上过哪一些 或者是有做过哪一些 协会或者是什么 交办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课程吗 就是老大有参加过 好像是当保姆的样子 当保姆 就是新住民中心那边 有在开 照顾小朋友的一些 或者是类似拖 他们办一个活动 哦 类似什么夏立营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 然后就是让大孩子 去照顾小朋友吗 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夏立营 然后把所有的都是 大部分都是新住民的二代 二代 然后我们的老大是比较大 就请照顾 就有点像营队的大哥哥 这样子 然后去帮忙去照顾小朋友 小朋友集中在一起 就是上一些课程 然后他就是去当大哥哥 然后去协助 这样子 管管秩序啊 发便当啊 发水啊 去当大哥哥 这样子 所以你的孩子有去 有去上过 有去做过这样子 算是像志工这样子 有有 那还不错 而且你自己本身是有上过 什么手工艺 还是什么拼布 你有上过这样子的课程吗 有 是在新住民中心那一边 是在新住民中心那一边 所以就是 等于就是说 其实政府有很多单位 然后还有很多新住民的协会 然后都会开设很多的课程 然后 然后让新住民朋友可以去上 等于就是 你就是看你的时间 能去上 你想上的 有兴趣的 然后你有空的 你就 就可以过去上课嘛 对 而且都是免费 都是免费的 所以就是 有这一些管道 然后可以 可以让来台湾的新住民朋友 要知道要去 寻求协助 这样子 对说真的 我觉得 遇到困难 真的是千万不要闷在心 我们一定要寻求协助的管道 而且新住民朋友 当然是说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要给予他们 更多的协助跟帮忙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家的温暖 好 那今天 邀请到大家来玩 星星相惜空中 雷台赛的游戏 那请你上 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 点选进入 星星相惜空中雷台赛 那里头呢 是有一百道题目 随机出题 不限作答时间 就是以打雷台的方式 每个月的月初呢 会公布前一个月 前五名 打对题数最多的听众 就可以拿到精美奖品 所以呢 赶快来上 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 带玩星星相惜 空中雷台赛的游戏哦 好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 来自泰国的林莱默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谢谢莱默 谢谢 谢谢主持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